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曾伟 先祝大家中秋节愉快 今天的台股终于迎来了中秋节礼物 大涨了有将近200点 贵买指数也是收在今天的最高 反弹的幅度是超过了2% 股民可以安心的过中秋节了吗 那昨天被外资畅衰的台积电 它的8月份营收出来 史上第一次突破了2000亿 当然是历史新高了 今天老大哥没有怎么动 但是小老弟包括了创意 力望其实都是大涨的 整个台积电大联盟的股票 今天是有表现的 狠狠地在洗外资的脸 昨天其实阿豪老师就已经说了 小摩其实释出的消息 很可能在台积电这个部分 就是在右空 台积电接下来蓄积能量之后 下个礼拜会动吗 那今天的股王又换成了信华 这是高价IC设计带头工的讯号了吗 接下来就要来请教张家豪老师了 阿豪老师好 曾伟好 大家好 另外今天的反弹 其实杰帅老师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但是他也说反弹有一些是 头部成型的股票 你要站在卖方 但是想买股票也不是没有 底部成型的股票杰帅老师也找到了 其中有一档 两位老师其实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是哪一档呢 后市是不是会更令人期待 就要来请教曾英杰老师了 杰帅老师好 曾伟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到底中秋节我们是不是可以 比较开心的吃月饼烤肉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因为今天的台股开高走高收最高 主要跟国际股市的表现 是不是有关系 就要来请教阿豪老师了 我们先来看到 昨天台股压力很重 是因为新台币的汇率 新台币昨天是重扁的 但是在今天早盘是有扁转升的 目前看起来扁市是收敛的 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呢 因为美元指数还在创高啊 所以今天外资的卖压减轻了 外资在今天是卖超25亿元 内资好像蛮积极的耶 包括了投信连55买 而且今天加码的力道是扩大了 卖超21亿元 自营商也是站在买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比较关注的是 到底这个中秋节能不能比较安心 因为今天礼拜四 其实接下来美股还是开盘的嘛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美股的表现 阿豪老师一直说 我们就要来看NASDAQ了 NASDAQ指数 其实昨天反弹了 它跌了7天终于反弹了 而且你一直说要观察的是5日均 昨天有站上去 这是好的开始吗 但是大家又很担心 因为这个鲍尔要出来讲话 这个5日均能够手稳吗 对 好的 谢谢曾伟 那也在这地方先祝福各位 中秋佳姐愉快 其实我们中秋佳姐 在烤肉的时候 我不希望给各位太大的负担 所以我简单到 请各位只看一个点就好了 看一个点 这是NASDAQ指数 我有跟各位报告 其实最重要的是 它要站上这个日均的5MA 对 那我们往前看 其实它昨天晚上 真的终于 而且是收盘站上了5MA 对不对 那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往前看的时候 我们不禁会发现 我们再看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次收盘站上5MA的时候 隔天刚好是鲍尔讲话 10分钟结果 到穷直接狂杀超过1000点 那跟这次状况有像 因为今天鲍尔也要讲话 那怎么办 有可能会历史重演 对 曾伟提到了重点 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 我是希望它讲得越音越好 越音越好 最好是大老鹰 但是它讲完大老鹰之后 如果说它还能够守住 这个5MA的时候 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利空顿化了 对 利空顿化 那个真的就是开始要做一个大反弹了 好 所以这是美股的部分 安豪老师有说了 联总会主席鲍尔他出来讲话 特别留意 如果它真的再放大老鹰 我们就要来看美股的 这个尤其是NASDAQ 5日线能不能守住 守住的话 下个礼拜的行情就值得期待了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 台股老师每次都说要看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你就说它在蓄积能量 很多很多空方的讯息 你认为说又空 好 那结果今天呢 它的股价没有跌 但是呢也没有大涨 尾盘它的八月份营修出炉了 非常好耶 所以下个礼拜 它有没有可能就动起来了呢 对 其实在台积电的部分啊 我们看到今天它盘中没什么动静 对啊 其实它的角色只要不要带着大盘向下杀 其实其他的股票都很有机会 对 那特别是因为它是被 我们可以讲说它被外资绑架了嘛 因为它手中的子骨真的很多嘛 所以外资的提款机牵制了它 对 就牵制了它 所以其实它的观察重点只要在于说 它能够再去重新站上5MA 重新站上5MA的时候 那如果说它真的整个嘎空 真的右空要去收完的时候 是看这个505 那其实坦白讲 我们昨天在盘中收到了那个消息 就是它要关闭这个四台的EUV嘛 对 这个传言 没错 那但是市场上的老手 昨天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如果说看法是觉得 他应该是在做一个底部 去放一个坏消息的时候 其实一般老手不会去买台积电 因为他被外资绑住了 一般的老手反而会去买谁 会去买他 买台积电的大联盟 这是它的上游IP股 对 那为什么要去选择3443的创意 其实从架构上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昨天它打下去的时候 其实在盘中的时候 3443的创意 它已经先领先攻上来了 对 来我们从架构来看 好 第二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 我第一个一定不是先看K线 我一定是先看这个地方 是 在周K的部分 其实它MACD是在零轴以上 对 所以它跟台积电不一样的地方 是差在这里 那再来的部分就是 它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地方已经突破了一次下降阶线 是 突破下降阶线之后 它再做一次回撤 对 又第二次在突破这个下降阶线 是 有没有 突破下降阶线之后 它是不是前两个礼拜 又回撤 对 这两个礼拜大盘在不好的时候 它又做了一次回撤 对 所以当昨天那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很认真的在盯着它看 它刚好打到这个地方 对 这是什么地方 就是在周K20MA的地方 守住了今天拉到快要涨平板 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技术分析的时候 再加上一些我们对于这个产业的一个联想 对 因为台积电营收公布好 但是好得好呢 因为它被外资绑架了 外资要卖的话 它营收公布再好也没有办法 可是这个东西它是收权利金的 它是它的上有IP的一个部分 对 它只要那个营收好的时候 它一定是第一个收惠的 所以这个老师认为说台积电有表现 但是你可能台积电因为毕竟它被外资影响的比较重 所以你可以去看台积电大联盟的股票 那创意是IP股 我们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IP股王 对 其实我们在股王的经验 我们发现只要每次指数要带头往上冲的时候 第一个挑出来的一定都是这些高架股 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帮各位去做一个检视 像IP的股王3529的立望 其实我们在架构上我们发现 它现在真的万事都具备了 只差一个MACD还没有占上临走 如果说MACD又给它占上临走的时候 你看它占上5MA突破下降切线 其实它已经快要攻上去了 所以下个礼拜如果它真的要去发动攻击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整个 整个就是那个IP股 那个高架股它会整个带着大盘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老师其实最近是低架股有表现是因为量锁 那下个礼拜如果会是高架股 意思是说你觉得量也会放大是这样子吗 那再来就是说电子股如果下个礼拜有表现 但是那生计股呢 因为它们有点悄悄板的效应 今天看起来其实生计股也是开始又活络起来 又动起来 又开始好像出现一个往上攻的力道 这一档就最明显了 连杀两根跌停 今天攻到掌停 这个要怎么解读 主力还没跑吗 但是我们要怎么看 是拉高出货吗 还是说换手再攻 这个又很难解读 对 其实在这一个礼拜其实只有四个礼拜 但是有一档股票最热闹 就是这个北极星 北极星你看这四个礼拜 这一天涨停反是北极星 这一天被打到跌停变成北极熊 隔天又打到跌停 还是北极熊 结果今天又回到了北极星 四天里面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样的一个刺激呢 因为它大家都在赌它 它这个三起要去做个解盲了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么刺激的时候呢 我觉得反而可以去看像这个 这个就是它生技股的这个妥妥 对 生技股的这个妥妥 那这档其实我们之前有帮各位去追踪过 它的MACD现在就是在这地方 只要不要到零走以下 它也来到了这个关键点 甚至昨天在沙盘之后 它是不是在这上升切线有做了一个洗盘 如果重新又给它站上这个 大量的这个高点的时候 我觉得生技股它就还有戏可以唱 所以也不是说电子股长起来 生技股就没有希望 我们重点还是要看龙头股 因为老师说下个礼拜 如果只需要往上攻 主要看的其实就是高价股的表现 那就是看龙头了 生技股看药华药 IP股就看力旺 好 这些都是主要关注的重点了 好 老师那股明晓提醒 针对下个礼拜的行期你怎么看呢 OK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高价股 我们电视机前面有一些观众朋友 其实是专门在做这些高价股的 只是说高价股的那些 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们十分钟真的没有办法交代 所以如果说对高价股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LINE 我们再私下去做一些讨论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 有更多的一个观众朋友 可能是比较喜欢做这个低价股的 其实低价股也是活蹦乱跳的 下个礼拜如果说全面大反攻的时候 那有一些是往上跳 有一些是往下跳 所以这些怎么样去做一个分别 怎么样去做一个 我们在这个加LINE之后按这个178 我们每天只要有上传新的影片 都可以一对一的发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那NASDAQ指数 昨天是站上 今天最重要的是站稳 就是那个鲍尔汤 如果讲话之后越音越好 但是如果锁住5MA的时候 这是最棒的情况 那空方式的股票反弹 真的要去做一个拔档 比如说我们昨天举的那两档航运股 我今天就不在各位的伤口上撒言了 又破底了 真的 所以拔档不是说认输 只是你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那机会在什么地方 在多方式的这些股票 但是最重要的是 要让自己有这个成本的优势 比如说这个3443的这个创意 它是高价股 但是高价股昨天撒下去的时候 怎么样在那个时间点 去克服人性的弱点 买进去今天一张 至少赚4万块钱 我们在这个上面 这个这是各位的手机 右上角的这个记事本 直接点进去 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好 高价股 毕竟它的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需要专业的建议 刚刚阿豪老师也说了 你是可以扫描QR Code 加入老师的群组 其实它是会跟你互动的 如果你有问题 你在群组丢问题 老师其实都是会回答你 但是你记得 加进去要按1178 然后你才可以收到 老师的教学影片 让你有问题 老师才会回答你 还有最重要的是 虽然今天我们收盘 准备要过中秋节 但是美股还没有收盘 所以针对美股 接下来的表现 你想要关注 那你要怎么样来看 未来的趋势 其实阿豪老师 都会在他的群组里面 提供给您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的盘式 节前今天看起来反弹了 叠完了吗 好 但是 这个杰帅老师又说 这个五条均线 好像五指山 好 那中秋节之后 有没有可能会突破呢 那头部和底部成型 其实是有三个讯号的 我们只要学会 杰帅老师提供的指标的话 其实是不是就不怕震荡呢 广告之后请教杰帅老师 回到1600股民开讲 就要来请教杰帅老师了 因为在昨天 这个时间点 我就问杰帅老师 明天还会不会跌 也就是今天还会不会跌 老师就说今天不会跌 他觉得会反弹 但是他也说反弹要站在卖方 好 那这个卖方主要他说 是头部成型的股票 你要先走一趟 那现在如果你卖了 手上有现金 那接下来这个钱 下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布局的方向了 因为今天的指数反弹 那尾盘其实是收最高的 有没有可能 下个礼拜的盘 是会相对之下比较乐观呢 还有最新的讯息 我们就来看一下 新台币的汇率了 是升值了3.3分 由扁转升了 是收在30.895对亿美元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贬市收敛了 外资看起来卖压 也没那么沉重了 当然台币升值 这对台股来说是一件好事 不过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 这个技术现行 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已经预告说 今天有机会反弹 那我会这样预告的原因跟理由是 因为我看到了KD指标 它已经来到了20以下 这个地方 20以下基本上我说了 它就是一个超卖区 所以我昨天的判断是按照这个KD指标 跟大家说明说今天会反弹的原因 再加上昨天美国股市 助攻大涨了435点 所以让台北股市今天表现非常好 可是 曾伟你有沒有发现 今天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一开盘的时候 它开高之后它是先压回 11点过后它才开始往上攻 对不对 那为什么早上会往下杀呢 先走一趟 对 这个是第一个心理面来说 投资朋友先走一趟 那技术面来说 我这边其实每天技术分析 技术面是看得出来的吗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加权指数虽然开高37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在开盘没多久 我所抓下的K棒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K棒的位置 它还是在五条均线的下方 所以其实今天早盘是空方空盘 我这边技术分析 其实在今天早上是这样写 而且旗卧部分它开高102点 它竟然爆量2000口以上 开高爆量这不是好事 再加上五条均线全部失守 所以开盘是可以短空的 短空 所以今天早上基本上 除了心理面有人想卖股票之外 技术面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早上是要先做一个短空 如果做期货的话 基本上一定要加我的LINE 因为我每天早上 盘中都会有一份 大盘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告诉投资朋友这个多空方向 这是大盘的部分 今天涨上来了 刚刚曾伟提到 有很多股票要卖 今天其实我讲的这五档股票 什么形态都有 我们股票其实有三种形态 一个头部成型 一个底部成型 另外一种是什么 就是在整理形态 在整理 所以今天五档股票里面 有两档是头部 一档在整理 两档是在底部 有卖的标的 有买的标的 为什么今天会出现 这个买的标的 因为今天大盘的一个大涨 它让很多底部浮现的股票 已经冒出了 那个五日均线了 已经萌芽了 老师符合你说 这个底部成型 那当然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底部跟头部的一个讯号 我们看下一张 来 所谓的底部成型讯号 有三个构成要件 第一个 我一定会找KD在20以下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个KD在20以下 表示它才是真的来到低档 然后低档如果有出现很多变盘K线 这个就要注意了 这时候如果再出现一根 突破五日均线的 关键突破K棒 那这个股票 其实基本上买进去是安全的 那当然头部成型讯号股票 就是在KD大为80的前提下 如果高档又出现很多变盘K线 那这个股票基本上 就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如果这时候 它又再跌破了这个五日均线 那更不用讲了 就是一定要卖 好 譬如说我们最近 每天在跟大家讲的这一档台康生计 它今天表现算是不错 因为老师今天生计股 开始有一点风向了 对 对不对 大家不要因为看到涨 就想要又进档 蠢蠢欲动想要买 一定要尊重这条五日均线 我说过了 任何一档股票 我一定最尊重的一条均线 就是五日均线 如果五日均线 它连站都站不上去的话 你说它能够多强 我觉得也是很有限 所以我如果要买这档股票的前提 一定是在五日均线之上 这是我技术分析告诉我的 那当然这档股票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真正应该要买的是 在8月19号这一天 因为KD来到20以下 有没有 然后这一天出现了一根 突破五日均线的K棒 这一天就可以买进 来到这一天 我说要卖出了 各位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说这档股票 逢高要站在卖方 这个地方MACD 现在才开始出现死亡交叉 但是其实在之前 我就已经预告了 KD大于80 现在MACD如果又死亡交叉的话 基本上这一档股票 它是一跌难涨 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 逢高站在卖方 如果真的要买不要急 我后面会有几档股票可以买 老师所以他今天有时候的反弹 你觉得也在优多而已 我认为是在优多要卖 然后再来 我们来讲这档重达 这档股票 我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一大堆 这一大堆有画圈起来 各位仔细看 都是变盘K线 这个变盘K线 你再看一下KD指标 是不是来到80以上 如果说真的要买这档股票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做 在这一天 你看到KD小于20 KD小于20就是一个讯号 这边是在整理 突然有一根冒出来 这特别突兀 这个叫做关键突破K棒 这一天你就要做买进的动作 买完之后一路的往上涨到这里的时候 开始涨不动了 为什么涨不动 股票来到高档地区 它一定是涨不太动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长的上影线 有很多跟K棒都有很长的上影线 代表有很多人在卖这个股票 涨上去就有人想卖 当然它涨不动了 涨不动之后如果说又跌破了五日均线 然后这个地方KD又大于80 这档股票应该要做卖出的动作 而不是进场去做买进 就算你买 它基本上也涨不太动 你会发现到好像都不会动 你就等于浪费了这个时间的成本 所以这档股票不要恋战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有注意到吗 MACD它又开始要出现了 即将出现死亡交叉 所以这档股票应该是要做卖出的动作 以上两档 台康生计跟重打 我是认为在今天反弹的时候 应该要做卖出的动作的股票 好 都是头部成型 老师这一档 这一档就是在整理的股票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 我没有写说它关键突破K棒 或关键跌破K棒 你会发现到这一大堆密密麻麻的 这些基本上都有上影线跟下影线 像这一种股票基本上 涨上去有人卖 跌下来有人买 可是它的幅度不会太大 像这一种股票你买进的时候 郁金光这一档股票你买进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把时间耗在那里 然后发现好像它都不太动 我们其实买股票最希望是什么 买了它马上就喷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那种底部 刚刚冒出五日均线的那一种股票 我们来做这个买进的动作 我们才能够赚得又快又凶 老师那像这个手上持有的 现在该怎么办 基本上看这里看这里 来 手上持有的看这里就好 来 第一个 KD已经来到80以上 手上持有的话基本上 因为它不太动了 所以我建议有这一档股票的话 你换股操作 换股操作 如果说没什么赚赔的话 就换股操作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不会动的股票上面 因为时间也就是金钱 其实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买一档股票如果放了三个月 它不动 然后你看到很多股票 喷得要命 你不是会觉得说很可惜吗 对 比如说你买错股票 你买到一号股票 结果它不动 看到二号股票拼拼在涨 涨了四成五成 那个那一段时间 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个也叫成本 如果说你懂得选股的话 选到那个二号股票 它可以涨个四成五成的话 那基本上那个时间 就没有浪费 老师那就要问你 你说像这个 已经涨不太动 你建议 因为站在资金效率运用的 这个观念上 你觉得它可以先走一趟 那钱要转到哪里 转到哪里 接下来就开始来讲 来 环球晶 这个是高价股 不过今天在这个后面的时候 放心 我有中秋节礼物要送大家 来 我们现在讲这个 六四八八环球晶 六四八八环球晶 各位可以看到 前波它行情 其实是从这个高档地区 跌下来到这里 那在昨天它出现一根十字线 请注意 十字线就是变盘线的一种 一种K棒 那各位 这个KD大于80 所以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到 它就是从高档地区跌下来 跌下来到这个昨天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锁定它了 为什么会锁定它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KD小于20 有没有 是 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昨天其实跌下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急着 要来布局这一档股票 我知道因为那没有 出现关键图 它没有冒出头 今天因为大盘表现不错 然后其实就好像 这个九汉逢甘霖的感觉 有很多这个草 其实因为有雨滴的滋润 所以它开始萌芽了 那这一档这个环球晶 就像这个九汉逢甘霖之后的小草 它现在冒出头了 基本上这一根 就是关键的突破K棒 像这一种KD小于20的股票 基本上就是我所喜欢的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 我觉得就可以做一个布局 好 那还有一档股票 下一档 就是我跟阿豪老师 看法完全一模一样的股票 为什么我们这两档股票 我们都建议买 今年当然阿豪老师 有他这个专业的见解 那按照我的技术分析的逻辑 这边KD大于80 前一段时间 这里当然这一根叠得又长又黑 这一天当然不要买 现在叠下来可不可以买 KD在20以下 今天萌芽了 今天冒出头了 所以这一档股票 其实我跟阿豪老师的见解是一样 是可以做布局的 所以说今天所提供的五档股票里面 两档要卖 一档再整理 如果有的话 我建议先不要持有 先把资金转换到这些 底部成型的股票上面 是 老师底部成型这两档 价位都还蛮高的 对 没关系 不要急 这个是自低档变盘的攻击讯号 有八种 我欢迎投资朋友把它拍照下来 可以当作你操盘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老师你是说看K线出现这些 你要注意了 对 这是第一档 还有下一张 自高档变盘的下杀讯号 这个也有八种现象 这八种现象基本上 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 真的只有十分钟 很短暂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 来跟大家来说明 不过没关系 我们看下一张 其实基本上我每一天 都会录一段直播节目 这个直播节目我是以教学 以教学为原则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放假三天 对不对 我今天的教学直播节目里面 有分享了一档 比较低价位的股票 对 老师我刚刚说你 那两档有点贵 对 那两档什么环球金 创意之后比较贵 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买不起 不过今天的直播教学就很重要 里面有中秋节礼物 这个中秋节礼物就是 底部成型巡要的股票 我用很专业的方式来教大家 这一档股票应该要怎么操作 怎么买 怎么出 甚至于怎么防守 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欢迎大家今天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这个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然后加入就记得 一定要回复数字888 然后来看这个直播教学 看直播教学 你就可以得到中秋节礼物 因为这个中秋节礼物 就是这一档我精选出来的 底部成型巡要的股票 好的 那我们在中秋节过后 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就是这个成交量 很重要 成交量一定要温和的放大 温和放大 对 而且这个大盘 如果说真的要 重返这个多头格局的话 我认为这一条五日均线 一定要站上 好 因为五日均线基本上 是所有均线里面 最底下的那一条均线 我们现在五条均线分别是 至少要站上这条线吧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晓得 该怎么处理股票 太若留强用这方法 可以直接加赖私讯我 我们也会在线上 跟大家做答复 好 底部成型 相对有比较价格亲民的股票 杰帅老师已经帮你找到了 而且他不是随便乱推 他有一个技术